三課必須自我約束 同時這次也放得太久了 從六月底就開始了 一直到今天 十月一號 下個禮拜又放假 所以十月十號連假 那麼故居工作同仁問我 要不要上 放這麼久才上一次就要斷了 我在想因為是廉價 一定有朋友們要出去走走 所以我說還是不上 可是十五號要對不起大家的是 中三堂好像台北書院 安排了我一個活動 也是教育局還是文化局 要求台北書院不能夠 關在屋子裡講 要對社會大眾講 所以我就分派了任務 所以十五號下午那天 也是兩點鐘吧 有兩個鐘頭 所以如果在座有空 還願意找到那裡去 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那裡去 講的重點 那一天講的重點 他們給我的題目 是傳統文化於現代 於現代社會還是於現代 現代化於現代化 所以我是從這個角度切入 這個角度切入 那麼這個或許大家有空 我們就在那裡碰頭相互的切磋琢磨 再把問題帶回來這裡 是醫院之後來討論文化 時間到了 他的鐘很準 他這邊夠兩分鐘 我們投得兩分的閒 好 在我們進入今天處理前 朋友們有沒有先要提出問題要來討論呢 這是我們的慣例 雖然這個課堂是開放性 隨時提問題隨時看 你們要有意見發表也請 大家共同腦力極大 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年代 那麼 即使如此我們在進入主題前 還是請朋友們 如果有問題 先談也可以 可以 那個 孔子擔心的人是有教師節嗎 對 民進黨為什麼教師節教師不放假 那那個 立法委員不問林全說 那孔子是不是老公 林全站在那裡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民進黨他這樣的一點是從什麼方向來去 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們不熟 但是我在想從他們的課綱的調整 然後李德輝時代開始去中國化 這一連串到目前的許多表現 他實際上如同好像報道登出來他們自己所說的 這不是兩黨民主政治的論題 這是國與國的替換 也就是中華民國和台灣共和國的替換 只是名字還無法去這樣的呈現 其終極是回歸祖國 祖國是日本 是回歸到日本那裡去 這是報財登出他們所談的言論 所以李登輝先生在他前幾天 他們聚故晚聚餐的時候 他說他還可以再活五年 因此他未來對台灣的貢獻 他會全力以赴的來做為台灣這個國家立新的憲法 完成立憲工作 所以這是一條很清楚的路線 到今天社會上大家不清楚是 仍然覺得我們不都是華人嗎 那怎麼會真的可能完全走進回到日本 國呢 就是很多人不可解 以至於到現在 他們不清楚他們的這條路線 他們基本上也說得非常清楚 也都是報財登到 都是報財看的 聯合報有燈 中國時報有燈 自由時報也有燈 他們也說得非常清楚 譬如鄭鵬怡自己也說 在電視公開說 他說紀念光復節 台灣光復節 那不是對台灣的老的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軍隊的台灣兵過不去 他爸爸也是 不就是讓他爸爸擔看嗎 那麼這一個目前執政很多 大概是這樣的家庭背景 有這樣的一個不安的交流 所以非常清楚的一條路線 就是切斷 和中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同國 這當然是一條老的線 就是中國 包括傳統中國 因為不切斷傳統中國 因為不切斷傳統中國 免不了有某種情況 它不是做得非常徹底 而且非常清楚的 這條路線非常清楚 至於做不做得到 就是有客觀的各種限制 現實 或者條件 所以必須很清楚的了解 如同唐年 國共打仗 美國 只要國民哪一打贏一點 美國就出手 協商協商 協商完了 共產黨就是一條瓦連 錢先生說 在民國33年就說 國共將來 必然有一場決戰 大戰 所以他勸蔣介石先 在勸蔣勝利 那時候勸蔣還沒有勝利 全中國只有全天人一個人說 勸蔣一定敵 他說 當贏了以後 以你的身份 結束一切 結束一切 受想 然後 就向全國和世界宣佈 失去所有職務 包括國民大狀態 軍事委員會主席 任何職務你都要吃 因為國共必然有一場大戰 而這場戰爭的激烈 不相抗戰 總是抗戰 什麼原因 因為兩黨的國家路線 及其發展 決然不同 不可能合作 美國人 也有勇氣 如果你不辭職 幾十年來從清代一路下來的佛家問題 在經過八年的日本人的毀滅性的摧殘 單單經濟 就不適宜短時間能解決 到時候你將會從 你將會成為全中國的健壤 你會從世界的英雄 不選總監 成為一個失敗人 那時候蔣介石先看了大陸 全國都覺得蔣介石是個 傻掉的書呆子 然後四年 蔣介石從成功者 從世界的英雄 成為一個失敗者 這裏頭我要提的是 路線路 政治路線路 同樣今天台灣 格局沒有那麼大 大概也不會發生戰爭 不過 舊的 國民黨 國民政府 執政 的這個系 中華民國系 和現在沒有更名 因為現實環境還沒有更名 無法更名 所要走的台灣共和國 很清楚 已經擺得那麼清楚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都不看 做得到做不到 兩馬之四 是清清楚楚擺得那麼多 做不到 是因為外在的現實 不過無力陪還是誰還是無寬平賢 所以說我們完成我們的夢 什麼意思 即使將來 在現實的底下 因為國際 歐巴 中國大陸 絕不容許 所謂的台灣共和國的成立 他們也完成了 四年或八年的執政 他們的夢 他們的夢 蠻好的國民黨 他們現在鬥彈場也好 中央銀行的問題也好 其實就是全面清算台灣資產 全面掌控 包括那個中央 全面掌控 他們完成了 他們老一代的夢 比特輝先生他們這一代的夢 他們曾經 擁有而失去的 他們在一句世代 除了日本人 在台灣他們是尊貴者 也因此 會不會這樣的前提 孔子 因為代表的是漢地文化 必須取向 因為我聽說有人回答 說孔子是勞工 因為他在貴族家裡 做過會計 做過發明的 做過加碼車 他是勞工 發向民進黨的回答 有人會不會 立法委員會不會 所以這裡頭有著 還不完全是民進黨 還不完全是民進黨 因為現在 時代力量 把民進黨的重要部分的人 都淘汰出去 然後拿出來的這一批 他只是具有民進黨的身份 或是不代表的就是民進黨 他是原有的 帶著懷念著日本的光的 這群 所以我們現在看來 他總會這麼做事 總會那樣做事 這條線一拉出來 很清楚 他說完全要換 這種方式 所謂中和民國的這種方式 這是我的想法 不見得成熟 也請大家觀察 而這個觀察 是要站出 中華民國的錢 站在中華民國 你還怎麼可以這樣 你千萬不要站 也站在 哎呀 除了華夏民族 怎麼可以這樣 你千萬不要再想 這是另一個行為 如同當年 早期的共產黨 做特定的社會 和平的共產黨 一直到中國的結束 三反五反前 三反五反前 的共產黨 就是從三反五反 當他們清除 毛澤東取得政權 然後當他們 開始一切穩定了以後 毛澤東覺得 天下大地 全社會都支持我了 於是他們先處理 商人 把所有的私人 商人資產 全部處理 然後處理農民地主 全處理農民地主 全處理農民地主 覺得天下大地 於是清除黨內一級分子 及潛伏的危險分子 都做完了 三大五百後毛澤東覺得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共產黨習毛澤東獲得天下全面的支持 於是放眼 百花七棒 看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百家真名 看一看大家有什麼話要說 叫做雙百 雙百運動 全面推動 不說還要不說 這樣讓老師說雙百 如果你不說說雙百 知識分子被鼓動鼓動以後 八民打棒 全面批判 共產黨習毛澤東 毛澤東八持一斤 而且所批判所堅持 所持的 所在的立場 國民黨立場 三民主義立場 自由主義立場 全面批判 毛澤東啪! 鎮壓 鎮壓之後 所以 死後的知識分子 對共產黨 到現在不息了 這個傷害 這個傷害 對整個華人的知識分子 是一個絕兩的傷害 這個傷害 什麼時候 忽然 也要有歷史的過程 到不再有任何聲音了以後 毛澤東 覺得 要全面發展過利益 所以就有那個什麼 農業大戰 要徹底摧毀 舊有的一切社會 結果 集中 大國犯 農業大戰 可是整個的風氣中 不再講實話 所有的禮貌都虛報 所以 一下子餓死三千萬人 到今天 大陸是 政府是說 那是三年的饑荒 是天災 可是我們看天災沒有 那三年沒有饑荒 可是為什麼糧食堵住 除了虛報 各地沒有產生這麼多的糧食之外 也很可能 到現在他們都沒有說 是去還輸惡的債 所以 所以 彭懷南 彭德懷 彭德懷 還有另外幾個 站出來 在大會上 全面批判毛澤東 鄧小平 劉少奇 以及所有余會的老共產黨 都支持他們四個精英 從那外是大元帥 大韓戰的時候大元帥 所以大家就不做生意 也有一點 彭德懷他們的目的是 希望把你拱起來 但是你不要再管辭了 政治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毛澤東面子下不去 他知道這幾個或幾個問題 但是拍桌子說 找著走著瞧 我寧可回警官山 重開 重新起來 大內戰 劉少奇 鄧小平 這一批老元帥 老的 不願意再有內戰 因為國家不可能這樣馬戰下去 於是全面轉過來支持毛澤東 犧牲了那四個人 因為不要內戰 不過毛澤東還是推到第二線 把那四個演出之後 他還是推到第二線 不過抓著軍委又被捕放 然後 由劉少奇 跟鄧小平做事 六年不到一年 毛澤東發動共和大陸 全面請出 共產黨面 因為他不要那個黨的結構 他認為黨 這個結構不足以醒來 他要朝向他自己的全面執政進行 於是發動紅衛兵 走民粹族 然後看到不能收拾的時候 再把紅衛兵 出賣送到下下去 這是 所以鄧小平再出來 然後怎麼收拾 再把鄧小平擠 所以鄧小平如果只有一個實際政治的操作者 不是操縱權力 政治的操作者 鄧小平大概是共產黨的這個團體中 七高明的人 而毛澤東之所以走這條路 因為他有一個 對於馬克思的某一種初步的認知 和對於自身歷史 以及社會的悅度 所建立的主觀想法 他覺得唯有如此 才能達到全民一律平的 跟三民主義也好 跟資本主義也好 跟資本主義也好 因為蔣介石 是不是真的執行三民主義 大家今天心裡也都有點疑問 對不對 他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路線 川普跟希拉人 政治路線有沒有問題 完全一致 一切為美國利益為主 然後以現實的 美國現有的一切社會結構 絕不動搖 他唯一要調整的就是 稅務這類的問題 不過我一直說一定是希拉人 對不對 我幾年前就說 看 應該是希拉人 因為美國一切都安排好 不過如果用米蘭八家 川普只出來鬧呀 做個樣子讓大家好看 我這就是我們的自由 那是一個形式 所以我一點點的什麼什麼的調整 路線完全一致 英國工大也好 保守黨也好 同樣路線一致 請注意路線 就是建構這個社會 建構這個國家 肯定這個國家的生命價值紀 文化歷史紀 它是一致的 共產黨跟國民黨 那個時代 絕不一致 你看到今天 習近平 說要回到傳統中國 可是小學中學的教科書談刑 中國歷史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從 維武史觀也好 還有農民革命也好 作為正式歷史發展的東西 完全幾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歷史農民 農民棋就是草蔻 大家都覺得說它是階級歷史 哎呀這些精英本子 看過一些夢面棋 看過棋 這都是階級 這是大 要不得我們要徹底摧毀這種觀點 其實不是 傳統的歷史史學 既不為心也不為武 是什麼 我們讀孟子都這麼久 就是以道為主 以道為中心 任何常態 那什麼是道 道就是全民活得下去 最簡單的說 全民之森級 何以成農民革命是草蔻 農友們喜歡武力士的 想想看 農民被壓迫真的是很悲慘 吃不飽等等等等 是一種不幸的歷史論文 可是他們群其而起 最接近的太平天國 有沒有全國全天下的 全民生計的理想的大政治戰略出來 大政略出來 大政略出來 沒有 就是失敗 就是奪權 所以凡事沒有道 作為前提的政治 就是奪權 分錢而已 那這個觀點 該 強調 歸於西中 渡量 確立於恐者 真正的論述 恐者 當我們新文化運動以來不再講這樣的歷史 所以整個歷史的敘述只是一個奪權的事 所以我藉著大陸的二月和 大家知道吧 有名的歷史小說一下 康熙王朝 雍正王朝 乾隆王朝 以及末代王朝 還有萬利 還有走向共和 講慈禧太后以後 我們也知道孫中山先生的革命 這個作者 他讀完了二十五世 熟讀二十五世 熟讀十通 孫中 孫之初通見 序 孫之初通見 孤有通點 通智 手术 以及歷代還存在的實路 皇帝帝王十五 大陸的記者訪問他的時候說 天啊那裡是一個學弟是學者 他說No 不是 我只是一個小說家 我讀這些的目的 是為了寫小說 小說只強調人世間的各種情節 或不考慮 我就讀他 他說不過呢 得出一個經驗 正式的大朝代 注意啊 正式的大朝代 理得皇帝們 不論是昏君 或者明君 都有一個 天下觀 以全民生計為重 而他是說以為混的 沒有能力 沒有本事 頭腦有問題 思考有問題 理解有問題 無法克服自己的種種權 可是他的頭腦 絕對清天楚楚 他有一個責任 就是當完成全民生計 所以再孤魯的皇帝 大朝代曉 當人家告訴他 比如劉錦 有沒有 林丹娜 這個胡圖丹 叫皇帝 最後衝擊 全民 活不下去了 他弄權 使全民無可 活不下去了 這個皇帝 再婚 罷出 沒有這個觀念的 就是小朝代 魏晉南越草 可以成為黑暗時代 還有一代邪國 可以成為 因為大家只是奪權 然後享受生活 一切為私 在大政治中功於私 此次的區別 也就是以道 劃分 因為正好孫老師提這個問題 我從這個角度 向大家報告 我所看到的 此外 最近好多朋友說 你在台北市立 教育大學上課 上到中庸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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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聽大學 聽中庸 我們不要聽孟子 我們不聽孟子 我們不聽孟子 我說還在上 天啊幾年了你還在上 當然我們沒有幾年 不過也有一年都太表面了嗎 可以講的孟子 一般人不看假孟子 也不愛聽孟子 很多人考驗孟子 沿起好編 覺得他囉嗦 而且好自圓其說 這是第一個 有的人 有的人不覺得孟子有什麼了不起 他盜取了名聲 我們雅神 那是宋人的糊塗 我們講的慢 就是針對這些人 以前我跟愛心絕樓玉玲先生 讀書他最恨孟子 我為了不違背他老人家 他不開的 懂不開的書 我就在外面講 他不開孟子 我講孟子 他不開莊子 後來他講莊子 我莊子是後來講 因為他討厭莊子 他覺得莊子也不是 都也都是這種不負責任的人 我就在外面講莊子 不過後來他有講莊子 但他好像從來不講孟子 可是儒家如果沒有孟子 儒家的真正的這一份學 學口和學愛 無可見 以及我們所說的 藝術傳統中國學術中的哲學 無可見 無法論詞 同時 仁愛的人 失去核心性的明確的意義 而他把它結為心 然後建立所謂心學 這個心學跟後來的心學不同 這個心學跟後來的心學不同 同時 他確立了政治能 在人 在心 在全民 共有的道上 然後 他把子思的 性自命出 這個觀點 做的總結 讓天命 人性 然後心 然後性善 有了完整的連結 然後 孔瑜 覺得展現了 是孟子孔子的學 不只是學習 不只是知識 他的根本性 絕 出來 貫穿整個中國的歷史 學術史 學術史 哲學思想史 以及王安史 他輝煌極了 同時他也將孔子的人選 從人人中 因這一個絕 使得人 有了確定的 確定的意義 同時他建立起 從人人中 有其 哲學性的 形上的 普及 普及性 又有其 形下的 不離人生經驗 實際性 然後使得人學 貫偷形上形象 借俄語力的話 上學與下達 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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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達 在傳統中國學術中 合一性 掉落語 西方哲學 只有形象 沒有形象 現實中的這一切經驗 可以成為科學的前提 不能成為哲學的依據 有朋友要問 就多問一下 不問 你們聽了 我是從西方哲學的觀點來做分析 西方的大哲學家 二十世紀的大哲學家 開這個 到死沒有找到 貫通 行上行下的連接點 孟子 在這一點上 是完成的 所以我慢慢講 慢慢講 甚至於還有 孔子所謂的春秋達一的供養學 孟子可能是開啟斷 自己 因為基本理論 公養學基本理論 孟子樹中清清楚楚 我講的這個有點專門 學術型的 專門系 不過 我們今天第一堂 這一季 我就先道給大家 道噴水給大家 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 說明 慢慢講 我孟子是一個道理 好 序言 說完 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要看 沒有的話 我們上一次好像講到 公孫醜喪的第六 講到第四 神 好 講到第四 第三 第四才開始 公孫醜這一篇 所言 我們慢慢讀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五角嗎 我也記得五角嗎 要從六開始 抱歉 抱歉 不會 謝謝你 而我們剛才所說的 屬於人學的哲學系 在公孫醜的六 就很清楚 他先確立了 人性 他人性的確立 在人人都有 這個不帶自明的 不帶正明的 同時又是無可否定的 離不開人的十幾年 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 這是一個人性問題 屬於人性問題 這句話就是 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這個人人 就是只要是人 有西方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就是西方的命題 凡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只是表現出來的 很可能因人的種種而有不同的感性 你們或許會說 你們或許會說 西特勒怎麼可能有 他對人如此 在他那邊 欸 你們去看一個電影 西特勒的最後七少一小時 面對他的死亡 他的失敗結婚裡面 最後 他跟他的愛人 請人來證婚 他們正式結婚 問他的愛人 願不願意結婚 他這一生都愛他 他的愛人 所願意 正式結婚 然後 共福廣言 或許他們都會覺得 這是什麼意思 哎呀 這就是不忍人之心的意思 不忍人之心只要愛人 這就是愛人 人間有所愛 只要是人 必有所愛 只是如何表現 用什麼方式表現 會是什麼方式表現 哦 有部電影 現在還在演 一定要去看 天財伯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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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們有沒有去看馬悠悠的 思路的那個 好都不得了 可惜 可以下片了 我不知道 因為資料不夠 我不知道這個導演 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真正的 那個動機 有哪些 這是一個 因為一般講天財 華格納是天財 貝多芬天財 那個什麼 舒曼天財 不知道是不是天財 那個什麼 摩托斯天財 對不對 哎呀 艾斯坦天財 哎呦什麼天財 牛頓天財 很少耶 不信你們每一個人 蒙著自己的腦袋想一想 有沒有人說 有一個天財的出版商 那個他 標榜出他來 而他的 除了天財 他的眼光之外 他選出來的 特別是 海明威 菲茲捷 大恩小壯 小壯 還有 Thomas Wolf 這是確立美國文學精神 也是確立美國精神 因為他們三個 讓美國在文學上 足以跟美國跟 Budelkamp 同時展現現現代性 這應該是美國人自己拍的 結果是個英國人 然後前的都是英國哲家 好 我要說這個 容量就在這裡 裡面演得最不好 也不是說這個 不過我還是說到這裡 就是那個大美人 就是那個大美人 你肯氣嗎 像個假人一樣 不能忘記他的美麗 不過他演的 我要說的是什麼 他所展現的愛就是全面孔子 當你不能被我全面控制 Thomas Wolf 沒有一個人要他 所有編輯都覺得他是個 他說的東西 他弄出來的東西全是垃圾 只有這個佛琴斯 看了以後 不是主的天才 全面註成他 甚至於修正他的作品 當 當 Thomas Wolf 興奮得 沒有辦法再 顧及 你可今晚給他的愛 你可今晚 最後 完全不要他 但你不能為我所有 完全不要你 愛有很多 我的意思是愛有很多種 可是 只要是人 一定有愛 這是武家的前提 所以 從人心論 凡是人 皆有 不忍 人自行 這是這個篇章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任何 任何 我們休息一下 又開手了 是新來的 很起立 是新來的 很好 我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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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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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